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上编辑部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的 易德台仰和社长Raymond Wong 大家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网上编辑部、正一部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南模式的力量 好了 这节目就是中国祖Cross这个望向祖神 都要讲一讲内地 镶减政策 双减政策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样 全面压减作业总量和市场 另外就是要减轻学生过重作业负担 这个就是双减政策 之前这个政策一公布的时候 就有一些企业 当然首当其冲 现在终于有一间爆英文的企业 真是破产了 就是华尔街英语 这个华尔街英语的北区销售负责人 就通知了各个中心分校的校长 他们公司在下个礼拜就正式宣布破产 就要求各个分校的校长通知各个分校的员工 尽快办理离职手续 但是呢 这一件事是未百分之一百确认的 因为华尔街英语呢 他们还未出来讲 但是这些分校的人已经知道公司是会破产的了 当这个双减政策 也就是 《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这个政策文件出来之后 曾经有些人讲过的 成人教育 职业教育这些可能不受影响 因为华尔街英语呢 他除了做那些中小学生的课程之外呢 其实他有很多成人课程的 严格来讲他是一间成人英语机构 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呢 在教育范围的资本呢 已经撤退近了 这个就是内地的实际情况 那些钱都走了 意思就是 觉得教育这个行业可能有些风险的嘛 因为那个政策看到很明确的 就是 国家会主导教育 教育产业就可能不是一个产业 就是有些人看到是这样的 那当有些人看到是这样的时候呢 有些钱就会在那个板块那里离开 那在那个板块里离开的时候 那就出问题了 其实华尔街英语呢 在疫情爆发之后呢 很多地方的店铺是关了的 这次这个商减政策出台呢 其实就可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来的 本来都已经很不备的了 因为疫情爆发之后 那些学生又少 又收生不足 又加上这个商减政策底下 哇 那么就是 连那小小的学生都走了 其实他们一直都有人在 内地的地铁站站在那里派传单啊 跟你聊天啊 叫你去学英文啊 那除此之外 也都有在中学那些门口那里 那里放些摊在那里 叫人去学英文的 那他们那些实体的教室 很坦白说呢 是收得的了 不会有办法做下去的了 那华尔街英语管理层呢 就前几天已经向那些员工透露 近期就会公布最后决定 有些员工已经说 疫情之后 公司其实已经开始 开始陆续通过优化的方式进行 变相裁员 最早的一批呢 一般就是按照劳动法 给这个N加1的赔偿 最后一批呢 只能够给N的赔偿 那最后坚守的员工呢 暂时都没有具体的解决方案的 那这个华尔街英语 其实跟华尔街没什么关系 而且跟 跟英国或者美国这些传统 讲英文的国家都不是那么大关系的 因为这个品牌呢 是意大利成立的 1972年 国际性成人英语培训品牌 但它就不是纯粹是给成人的 它的课程 它有些课程是给中学生的 自从2000年呢 他们进入了这个中国市场之后 在中国11个城市有71间学习中心 中国公司人数最多的时候有超过3000人 但是在陆续裁员的政策之下呢 现在是剩下1000人左右的 全国门店都是不断关门的 现在应该剩下30间左右 那么2017年11月 培生集团就同意 将这个华尔街英语用3亿美金的售价 卖给霸凌亚洲投资基金 和中信资本有关联的一组基金 2018年5月华尔街英语正式宣布 霸凌亚洲投资基金 和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旗下 股权基金联合收购华尔街英语 并且公布了未来的发展计划 包括持续加大产品和技术研发的投入 托展业务产品线 在现有的业务城市 开设新中心 进一步开拓23线城市市场等等 但是很大事 意思是霸凌亚洲投资基金 和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成为了这个的背锅 接本合 现在这个伤减政策的第一滴血 这个是很惨 没办法 很烦 现在这个伤减政策 其实它的用意是好的 但是现在那个震痛 有些人要承担 没办法了 2021年针对国内教培市场的监管 和政策续线出台 今年6月市场监管总局 对全国规模较大 知名度较高 投诉举报较多的校外培训机构 突击开展现场检查 对新东方、清瑞教育、华尔街英语、达达英语等 13家校外培训机构 予以顶格罚款 顶格罚款是很少的 是3,650万而已 3,650 我以为你说3,650元 对他们来说不是很多 你这么说 加上5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 对作业邦这个原辅导的查处情况 这次重点已经对15间 下外培训机构处以顶格罚款 是15间才这么多钱 哦 15间摊分都还可以了 其实这个华语佳英语本身都有些问题的 就是因为他们收费就不交的 蛤? 是啊 有人就给 这个是2019年11月 给了26,300元学英语 学了不够两个月 二万多元? 是啊 是啊 学了不够两个月 他们那个分店就收拾了 哈哈 那可不可以去第二间分店继续课程呢? 我不行啊 最麻烦就是这样啊 跟店铺的 最麻烦就是那间华语街的客服就说 喂 学习期已经满了 没得退费 就是他们想着可以 学了不够两个月可以退学费的 没得退 哦 然后有人那个退款流程拖了一整年 接着打电话去他们总部又说 喂 还需要等啊 因为校长不在啊那些这样 那还有一样东西就是 他们会说因为疫情影响呢 华尔街英语需要在2021年7月15日前 完成3万3100元的内部退款流程 到现在都没完成 三万多元都退不到 退不到 那有一个在2018年签约买课堂的 华尔街英语学员就说给记者听 因为疫情的影响 北京华尔街英语就不能够开业 学完呢就回不了学校上课 那课程全部被强制转变成线上授课 但是合同签约是线下教学的 因为线上授课其实便宜很多 线下教学呢 线下教学呢 是贵很多的 到现在都是 这个当然了 你又要有场地 又要有个人要坐在那裡 或者站在那裡 有些人是去认识一下人 還有有一件事就是 互相交流呢 始终都是看着个人是容易一些的 那现在北京华尔街英语就没有同意 那个学员延长学时的要求 他还希望这个学员 继续能够充钱逐货 加钱 是啊 加钱 但是那个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它主要是成人英语机构 但是它不是没有做中小学那些课程的 那现在的问题就是 华语加英语那些线下门店全部执 接着现在还有一件事就是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就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 实地调研走访 以及向参与立法的人员化学专家专业律师 这些人进行专门的咨询 根据中国文法典相关规定得出论证意见 就是在商减文件引发之前 校外培训机构如果已经签订了 合同承租一些地产 如果用来做学龄前儿童先上培训 或者学龄前儿童先下类培训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和普通高中生 科类培训的 是可以根据文法典第533条 主张构成程序变更 并且和出租方重新协商更变租金标准 租赁期限等等 也都可以和出租方协商提前解除 这些地产的租赁合同 出租方就不应该将这些事为违约 也都不应该收取违约金 并应该退还押金和预付部分的租金 但是问题就是 你说那些业主肯不肯呢? 肯啦 踩你也有味 所以这些 就是没错 你是可以根据文法典去做 但是那些业主不是个个都肯跟你谈的 现在这样的情况 想你走呢 业主 你交不起租就走 过住啦 大把人等着你租 就是这些教育机构和出租方签了这些租赁 但是这个商减政策这样发布出来 令到那些教育培训机构 有可能做不到下去 那就要退租 那这种商减政策出台本身是 不属于不可抗力范围 如果严格来说呢 教育培训机构现在要退租 实际上它是构成合同违约的 是需要按双方之间所签定的租赁合同 约定进行处理 这个就是律师之间都有不同的看法 一部分的律师就告诉你你可以退 但是现在就不行 就是有另外的律师就说不行 你不可以这样的 一定要按合同约定进行处理 就是成租方如果要提前单方解除合同 就要给这个违约金 这个是很正常的 现在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出这个论证意见 就是说叫一些出租方不要收违约金 而且退还押金 这个只能够当是一种倡议来的 本身是不具法律制约束力 那没有人跟的了 哪有这么着数字的 所以我就说 这些政策出来之后 后续的问题会很多的 我们当时已经说过了 就不是说出了一个政策之后 就件事就完 不是这样的 现在出了这个政策出来 这个疹痛呢 有一部分人是要承担的 是没有办法的 那就是有些律师当然也都说明的 就是出租方的合法权也都是需要维护的 是需要根据文法典和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的约定来处理 如果成租方和出租方通过友好协商 出租方对于成租方教育培训机构所面临的特殊情况 也都能够理解 愿意少收违约金或者不收违约金都没有问题 但是 这个取决于双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如果出租方不同意免除教育培训机构的违约责任 就需要按照合同的约定和法律规定来处理 所以教育协会那些 又是没有法律约束力 从后现在就是那些线下观点的情况 这个和疫情很大关系的 而且现在看到一件事就是民办教育就不会得到支持 这个政策你看得到一件事 也都不会可以给人在这个板块赚到很多钱的 这个政策其实出来就很明确的了 但是你说是不是这个伤减政策第一滴血呢? 其实严格来说不算的 因为华尔街英语本身经营已经有问题的 尤其是他们的线下店 因为他们标榜就是有线下的货室 他被人坐在一起去讲英文 那现在疫情不准他开业 本身对他们来说已经很沉重的打击了 那只要再加一些另外一些外力 那他就很容易倒档 还有本身他们的店都是关的 这已经不行了 疫情前已经开始不行了 其实学英文的人少了都有原因的 现在出国的人少了 想着出国的人少了 还有现在外企请人也都是少了的 这个是内地实际的情况 那究竟学英文有没有用? 就是我们经常都讲 学多一样东西没有死的 什么时候都有用的 什么时候都有用的 但是你说 是不是真的要给很多钱去学呢? 不需要的 那也不需要 你学费是要交的 但是你说 就是华语加英语那些是 有几万元 有点太夸张 有点太夸张了 我自己觉得 是 自从疫情之后 就是大家整个潮流都改变了 主要就是很多的火情 转了到网上 我相信这个潮流也会继续延续的 一来在网上受货 虽然你见不到人 其实都见到的 你对着镜头 你见到对方 你仍然都可以 有那个 都可以 例如一对一受货 就行 一对十受货 也都可以见到对方的 但是网货呢 好处就是 你可以在家里做 第二就是 便宜很多 唯一不好处就是 你少了跟人接触的 不过现在都已经成为一个潮流 这个不单止在 中国是这样 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网货有些很便宜 你学英文 上网找 便宜到你不信的 还是有个西人教你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这些线下受货 就变得 竞争力也都 軟弱了 是吧 因为你贵嘛 几万元 两万多元 一个货程 很多网货 几个月的 百多元 这个就几个月 有了 网货就是很便宜的 但是坦白说 就是你亲身去上课 怎样都是好 过上网货的 我感受不到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不过现在疫情你没得说了 不过还有 就是这些民办教育协会那些倡议 实际上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呢 很多这些教培机构 中小企来的 根本和业主谈 要提前解除租药 这些优势都没有的 其实是 它不会理你的 其实业主在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理你呢 你这些生意做得不好 怎么刮鬼事啊 做业主 还有那些业主都不行的 其实有很多现在都是 有业情的关系 所以是没办法 是没办法 就是有时候 政策层面我认为是要做的 但是在这个时间做呢 有很多人是会顺势陪葬的 这次是 是没办法的 其实实际政策是没出来的 现在只是出了一个意见而已 意见而已 是啊 实际落地的政策是没有的 这个我们也要说回 哎呀 那就是犯罪了 可能到最后这个 意见是不会推出的 都不行的 通常都会做的 但是到落地的时候 有没有那么严格呢 就会不同的 所以我们就常常说 如果你持有这些 教育系的股票呢 你现在蟹了它就算了 你现在动都没用的 因为它一看到的意见出来 其实你是蟹硬的 那你蟹了之后 那你只能够继续坐艇的 我认为 你现在止蟀 分分钟是左一巴右一巴的 当然了 你说现在要不要 低位入市博多一波 混淡它 那我也都是不建议的 因为实际上 那个政策的力度 它是有一个不确定性在那裡 所以是有得倒的 如果你觉得 那个政策很有信心 它不会很强的 落地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买一点点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 现在绝大部分人看 其实都是这个政策落地的时候 都是会很实在的 而且是避无可避 对于教育机构来说 严格来说就是民办教育 其实看这个情况就 收得功了 是无奈的 讲这些说话 但是政策就是这样 那 过多排先 你再等一等 是 再等一等 看疫情过后如何 和实际那个政策落地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始终都是一份意见 会和实际政策落地会有差异的 但是出了这份意见 那个威力其实已经很大 但是有些机构的老板 其实已经抑鬱了 没办法了 始终国家政策就是 要为大部分人 争取那个权益的 也都是要为大部分人服务 那这次就是民办教育 这个板块就出了问题 因为之前 有些民办教育机构 都是实在太过分的 就是掠钱掠得太厉害 好了 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差不多了 休息一会儿 我们回来再讲其他话题 是这样 拜拜 拜拜